没有了世纪天天的过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白战亭人对上西西蚁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蒂托 OK这场比赛是CUP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对决呢 两位选手都是2500分的以上 非常顶尖的玩家 那先来看一下7点多方向 黄色的文明选择了白战亭 那白战亭人呢 他拥有地用时代折扣非常便宜的优势 而且他的骑兵科技呢 是比较全面的 重装骆驼、游侠、大肉麻都有 三个都有的文明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没有三弓也没有品种 所以即使你出的这些骑兵单位 可能还是会有血量上的劣势问题 还有攻击力的问题 但是白战亭人呢 他的特色是他的骆驼有25%折扣解免 还有这个枪兵、战毛兵都有 所以后期打这个前期打枪矛前压 或是城堡时代打骆驼压制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那白战亭人呢 后期有火枪跟火炮 还有这个弹道学 这个都有 这个本来就会有 所以基本上来说 白战亭人是一个很强势的文明 甚至他的僧侣都是全满状态 那地用时代还有这个折扣上减免 甚至待死也会点先对手 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还是要靠自己的部队去打出经济优势会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大约3点钟方向 蓝色的玩家是 来选择了西西蚁人 那西西蚁人呢 他的特色是开局会给100石头 那如果你前期没有投资城楼的话 这300石头 搭回到城堡时代 可以马上开下4TC 直接开农 那他每点一个农田科技呢 这个农田的最大肉量也会提升非常多 后期的手指甲骑士还可以获得这个减伤的效果 入地当位的减伤效果 遇到骆驼也不会那么痛 那后期的手指甲骑士远防高达8点 强能打这个手指甲骑士 只会造成两滴血的伤害 所以后期的败战体人要打赢 西西蚁人重装骑士 可能还是要靠自己的25%折扣的重装骆驼 或者是这个大量枪骑士进行反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阿拉伯地图 那现在前面的黄金比较难受 那后方的果子是在后方很安全 而且地图来说很不错 这里只要小围基本上就可以围好了 这边也是蛮好围的 可以说是这张图是天图 后面还有这个黄金 那还是要稍微大围一下 没有办法说小围就可以搞定 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些地方围起来 地图是非常舒服的 那来看一下败战体这里 败战体的话黄金在后方 果子在前面 地图围的部分的话 前面这里可以围起来 好 直接围到底 或是直接往右围 但目前看起来 直接往下围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或是直接往右边围 那这边部分是相当难围的 只能稍微小围一下 好 这边再围到底 那败战体人地图 会比西西蚁人稍微差了一些 因为他的黄金 两个都在左侧的位置 那也不是说到蔡叉 有块还在后方的位置 所以只要打到中后期 稍微有空下地图 这两块金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这边我们看到 败战体直接打一个枪矛前压 果然败战体人还是要靠枪矛 才可以打出一些前期的优势 哇 前置军营跟前置毛兵 那西西蚁人已经看到 直接转出射箭场 而不是转肉马 好 下方果然直接围石 很早就把自己家里给围起来了 好 西西蚁人点下了 村众技术 好 这边是打算要获得农田的肉类 哇 点下一集农之后 肉就直接345肉 吃得非常非常久 好 这里再稍微补个房子 想要把这个房子给盖起来 好 目前看到这边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打进去 但右侧这里有可能 这里要再稍微围一下 然后再拉一条线 好 但这里没有打算要直接围后面 可是反正在前面补了一个房子而已 这边再稍微把它围死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西西蚁人选择一个不交流路线 里面存了一堆毛兵放得出来 好 往左边方向走 好像被看到了 好 这里出来 诶 这个是没看到吗 毛病没有继续往前枪兵也是 那巴南亭人这边可能 不要再继续按枪毛会比较好 跟枪兵毛病按太多 很容易生死代会生太慢了 好 这里毛病过来 肉马上前直接点掉一只村民吗 没有办法 肉马过来骚扰哦 但是毛病做到了很好的骚扰效果 这也让吃果子的村民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吃 好 正面西西蚁人补下一根城楼 半生体人这边盖宝选择放弃 好 正面西西蚁人最后投了一根城楼 好 但是还有一百石头 所以即使盖了城楼 西西蚁人待会上城堡时代 还是可以开城镇中心的 好 这是跟其他文明不较不同的地方 好 半生体这边点下一级射 前骑两边打的算是很稳定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现在农田量来到了四五片田 毛病这边高地反击 但是没有一级射 这边半生体人继续往前伸追 有一级射的优势 西西蚁人没有一级射 知道几时劣势那一方 选择了往后撤 好 这边要开很快挖黄金 后面一块黄金 相当舒服 对 有没有金矿 在后方真的是很重要 OK 那封建四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两边就是一个小打小闹 好 虽然半生体人打的算有点偏凶 甚至还插了剑塔 但是没有做到太多的效果 好 半生体人这边三个人挖石头 难道要往前插宝了吗 好 这边是直接上大石墙 直接走一个石墙防守路线 好 这边转出了一些撒金特卫兵 阻止一下这些毛兵的骚扰 好 撒金特卫兵一瞬间回头反杀洛马 洛马自己硬生倒地 好 但是这里毛兵数量太多 撒金特卫兵有点挡不太住 好 两边城堡四代 待会试试野人 应该是要走骑兵路线 好 这里毛兵 最后收掉 好 但撒金特卫兵在后面追的有点开心 OK 这边升到城堡时代 马上点下二级伐木 白人体人 这选择的是骑士路线 并不是骆驼 就敢是转骆驼了 虽然两只骑士 好 这个撒金特卫兵好像要把所有的毛病给解决掉了 哇 这个撒金特卫兵直接斩六只毛兵 顺到城堡塞的撒金特卫兵攻击力直接变成8加1 双防3的能力 好 这边直接上大师枪 骑士野人应该意识到对手可能不想交流开TC开农 通常上司想就是一个开农的讯号 就是说我已经开农了 这种感觉 那骑士野人如果要反制的话 就是要去挖石头 直接请对方吃大亨堡 可能效果是最好的 目前骑士野人并没有挖石头 反而自己也开出了城镇中心 通TC农 待会先补下二级农田 待会农田可以省下更多的资源 司机野人的资源 经济加成要到城堡时代中后期 会比较有感 但这个时候还是会撒第二次农田 并没有省到资源的感觉 好 第一时间想要收掉生驴 但是没有成功 司机野人这里骑士出了六只 补下了品种 后面三只生驴出来 准备要来捡生物 好 这只骑士有可能会被着想掉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呢 好 没有看到这只骑士吗 哎哟 最后致敌成功 好 谢谢野人 看到这么多的骆驼 用生驴反击回去 骆驼顺利着想掉了三只 大吉特卫兵第一时间收掉 好 生驴 好 这一波交战之后 司机野人打出了自己的优势来 后面在着想 并没有把骆驼给招回来 骑士上前 但是看到城堡盖好 选择拉走 看起来司机野人 这一波又打出了自己的优势 先来说明书 86对71 司机野人开始挖出城堡 来 半断亭人已经转出了半断亭圣骑兵 好 里面用生驴去防守 利特卫兵吸吸引人 后方补下了一根新的TC 现在4TC开农 好 这一波 骆驼上前 挡住了 说吸吸引的铠甲真的是硬啊 这个陆地减伤效果 不管是枪兵 或者是骑士 或是战毛兵 或是弓兵 或是弓兵单位 都有这个减上 霸占亭人这边也是垃圾兵的优势国家 感觉司机野人要打赢对手的话 可能还是要寻找 使用步兵单位会比较好 用这个萨金特卫兵作为主力 但是如果走步兵路线的话 霸占亭人又有火枪 还有这个 霸占亭圣骑兵可以作为反击 所以司机野人 其实是不太好打半战亭人的 而且就算即使出了重型投射车 当戳头战术的话 也很容易被半战亭人大落马 或者是被这个 僧侣给招降掉 而且还有火炮 所以司机野人后期 要打赢半战亭人 有科技上的 不足的问题 那半战亭人这里要打赢的话 就是继续打稳 那司机野人的话 又打赢可能要尽可能打消耗战 所以中后期的资源优势 是司机野人会比较有优势一些的 好 这里盖宝 司机野人这个城堡能盖好吗 路口过来 后面均匀挡住 过不来 右边要再补一只 一个城堡 诶 这房子吗 不补 这个城堡盖起来 但是半战体人也打算要补一个城堡再往前 好 司机野人补一下枪兵升级 骆驼这么多 转枪兵就对了 骆驼数量有点多 来到了23只 好 这台冲车被骆驼收掉 好 两边升帝龙时代 时间都差不多还有两分钟 半战体这边点下来一级挖石 一级挖金 骆驼真的是太便宜了 出了这么多只的骆驼 好 帝龙时代也是非常便宜 现在骆驼人点下了银罐技术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这个科技一点下去 每个城镇中心都会产出五只 撒金特卫兵 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单位 有获得抗招响的效果 骆驼人 这边把路线还是走向了步兵路线 撒金特卫兵 好 撒金特卫兵 现在问题是没有办法突破正面城堡 好 城堡要打过去的话 还是要靠自己的火炮 诶 这个不是火炮 巨型投尸地 好 救过骆驼直接先上前 这一波是食物吗 感觉不应该往前冲 好 但是这边应该是想要阻止盖堡 还没想到后方有这么多的兵力 好 撒金特卫兵三防点下 骆驼躲躲在城堡后方的城门里 罢学补下 待会要铲出火炮 还是扳机或是转火枪 好 骆驼人点下了大枪并升级 双瓦激素 二攻依序补下 好 这根城堡 骆驼人好像可以拿下 因为半天天人并没有打算维修的意思 两根城堡 惨巨头的速度非常快速 里面囤了20只的骆驼会兵 可能要被打出来 后面已经三巨头 骆驼人 努力修城堡 好 最后被打喷出来 要打算往前 拿下巨型投尸机 这波直接长驱直路 后方骑驼往前 巨型投尸机还在攻城 后面的城堡 很难修回来 骆驼直接挡在了前方 防线直接一致排开 后方的火箱兵开始输出 半天天人的配兵组成是骆驼配火箱 完全吃透透 骑驼人的配兵组成 但骑驼人想用大量的兵力直接淹过去 但是最后半天天人直接死守 拿下了正面的第一波大型冲突 后面的火箱兵继续开枪 把剩下的煞金兔卫兵全部搞定 最后半天天人的巨型投尸机 一台都没有被拿下 反而是骑驼人的巨型投尸机 反而是第一个被先手杀的工程器 两台巨头被陆陆续续拿下 第三台巨头可能也是危险的 好 骑驼人这一波此战过后 被消耗的有点严重 骑驼人这边直接转奴兵吗 骑驼人是拥有奴兵的文明 而且他有强奴 而且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没有工兵铠甲也没有拇指 大工兵路线对射也是相当劣势的情况 好 但这里骑驼人并没有选择走 占毛兵的路线 反体人点下了弹道穴 跟陈堡看起来是切器手 好 陈堡被拆光 现在骑驼人没有石头 前方这个石头没有办法正常的挖 黄金要开始被控住了 好上方有一波骚扰 枪兵稍微锁住 冬兵走得出来 枪奴还差50 好这边觉得要转战矛 我觉得这边转奴兵确实不太好 毕竟黄金很吃重 再雷布鲁转战矛配重装骑士 手指甲骑士继续打 可能会更好 黄金还是要稍微省一点用 好 现在骑驼人开始转肉马 但骑驼你的肉马 是没有大肉马的 所以这边转肉马 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好用 好 左边的枪兵 不想要正面对上火箱 直接去后方想要多现骚扰 看正面 一直被推进 等时间没有办法给太多 好 大两枪兵终于走到了后排 结果这个TC没有盖好 枪兵开始往前搓搓了 好 搓掉了一些村民 就是骑驼人这里转出了 更多的肉马 跟枪兵占毛病 白蛋提人则是转出了 白蛋提神奇兵 现在白蛋提人是已经完全黄金归零的状态 这个黄金一直被骚扰 村民死伤有点多 这波枪兵立了大功 好 最后的村民赶快收进去 白蛋提神奇兵火箱 过来营救一下 好 这毛兵挡住了火箱的屈辱 现在 巨型偷袭跟火箱 暂时不能继续往前 最后吸吸引人 还是补下了强奴跟化学的升级 依旧还是要走 射击路线 背景白蛋提神奇兵这个单位 实在是太麻烦了 他是比较害怕射击的单位 虽然说怕射 远方也是有5点 那强奴射一下的话 是5滴的血量 用大量枪兵配强奴 确实是很适合打 白蛋提神奇兵的 这个后期的配兵组成 但这个组成呢 又很怕占毛兵 那白蛋提神奇兵 占毛兵又很便宜 所以不管怎么说 西西里人 终究还是被科技限制的关系 后期的 转兵有所限制 而且很容易被对方给克制住 所以白蛋提神奇兵 要打赢西西里人 算是后期偏好打 西西里人可能要在前期 拿下更多的优势 才能把自己的血球给克制 滚到 西西里人开始把加力往上开 黄金的部分 暂时放给对方挖 補下了冲车升级 西西里人是有大冲车的 火炮稍微打一下 让这毛病 先额退 巨型投射机炸了起来 五台巨头 发生提人 点下了弓兵开架 弓兵开架 点完 可以让火槍变成防护力提升 西西里人这里占毛病 有点被火箱射到突破洗流 挡不住 火炮想要打强奴 强奴有看到直接拉走 火炮一直在后面输出的关系 让强奴的输出空间并不是这么的完美 第二发火炮来了 走的有点太前面了吧 强奴可以往前 但是第一时间被火炮打到非常多的数量 直接倒了五支左右 好第二发火炮 直接打了个空爆弹 并没有预判成功 西西里人点下了三级马海 但是巴黛提圣骑兵已经开始往前输出 巴黛提圣骑兵是没有精锐版本 血量是有点少的 111滴血而已 但是后方的火炮跟火箱 依旧给西西里人足够多的压力 右边四个生物被打了喷出来 西西里人黄金可能要断了 现在巴黛提人要来接手这四个生物了 巴黛提点下了金冠 后勤跟三级射 待会巴黛提圣骑兵就有破散伤害效果 哇巴黛提圣骑兵通常是要黄金比较多的地图才能打的 但是西西里人主金直接失守的关系 没有办法就去挖这块主金 前面的附金也被控制住 等说阿拉伯地图 黄金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好巴黛提圣骑兵开始往前 有圣后勤科技 看一下这边的扩散伤害效果 好血量开始 大喷血 巴黛提圣骑兵的扩散伤害效果 打工兵也是非常卓越 后方的四台巨型投射机架起来 想要攻击后方西西里的巨型投射机 巨头在后方继续进攻 火箱兵开始往前 直接点射 点掉了巨型投射机 细节细节 好 西西里人这里补下了冲车的升级 换来是要靠到冲车 大冲车可以吸引更多的火力 但是现在西西里人黄金完全归零 没有办法再继续铲出冲车了 现在要铲肉马 占盲兵也很困难 巴黛提圣骑兵一直往前噴 虽然没有足够的黄金 可以却点下金锐升级 但是有后勤的巴黛提圣骑兵 实在是太难铲了 出枪兵也不太好守 枪弩数量要够多 残能有效击杀巴黛提圣骑兵 只要枪弩数量一少 巴黛提圣骑兵就是成为了无敌的存在了 完蛋了 西西里人 这边要转更多的枪兵才行 但是现在军事产能不够 均匀只有两个 枪兵完全没有办法稳定产出 好 这边直接被迫补下了三级的工兵铠甲 左边一大堆的村民再往左边挖木头 拜登提圣有发现 赶快拉了一些青旗兵过来去骚扰 打个多线进攻 好 大冲车升级好 战毛兵也开始往后继续收掉这些强奴 好 强奴剩下少量的5只 这5只强奴被点掉 直接打出了GG 我们恭喜拜登提拿下比赛胜利 哇 这把比赛西西里人 中后期真的是有点 招架不住拜登提的全能科技 步兵骑兵工兵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拜登提人拿下资源上升 黄金的部分整整赢了6000资源 虽然西西里人有透过生物产生2000黄金 但是竹金失守对整场比赛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啰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不要赞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啰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